粉丝提问,强行领主和冰暴领主谁更强呢? 今天我们从多方面来分析对比一下 1.攻击范围 从两种丧尸的外形来看 冰暴领主的爪子明显比强行领主更长 而且使用起来也确实如此 所以在攻击范围上 冰暴领主的攻击范围肯定比强行领主更长 但长不了多少 只是稍微长那么一点点 冰暴领主略胜 2.血量 在血量上就完全不同了 强行领主从上线至今 给人印象就是肉盾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强行领主的血量是最多的 初始血量为3000 一格怒气为3300 两格怒气为3600 三格怒气为3900 而冰暴领主血量越少 初始血量为2800 一格怒气为3080 两格怒气为3360 三格怒气为3640 虽然有差距 但也就在200到260点之间 差距微乎起微 强行领主略胜 三技能效果 在技能效果上 两种丧失专攻的方向完全不同 强行领主就是坦克的角色 技能也就是释放护盾 护盾存在期间受到的伤害减半 而冰暴领主是进攻向的丧失 能释放冰弹 范围减速敌人 还能造成少量伤害 所以单纯论技能效果 肯定是冰暴领主更强 所以综合来看 冰暴领主才是最强的大丧失 小伙伴们 这符合你们的预期吗 欢迎关注三联哦 我们下期见